机场快线踏入25周年 陪伴港人四分一世纪 为了纪念这个特别日子 昨天在香港站举行启动典礼 除了宣布班次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之外 还推出一系列优惠 行驶了四分一世纪 相信25年来 一直工作的员工感受自心 全新机场快线的主题曲 也正式发放 这次负责唱主题曲的黄远姿 不说不知, 原来是机场快线上客 我很喜欢打机场快线 我选择机场快线, 因为它很方便 我可以在市区查询 这边又准时, 又快, 旅程又舒适 Yvanna说, 今次拍MV格外投入 因为当中有故事 触动她内心的美好回忆 今次拍MV有其中一幕就是 因为哥哥来接我机场 是完全跟我小时候一样的 无论是我很期待哥哥来接我机 还是我自己去接哥哥机 都很深刻的 因为我和哥哥的感情很好 接着拍MV的时候 一直看着每一个角色的故事 都会让我回忆起自己 在小时候去外国读书 或者遗梦想要走得远一点 这些回忆都会回来 为了庆祝机场快线25周年 港铁会在7月11、18和25号 每天免费派25000张机场快线车票 大家到时记得上MTR Mobile 请大家回顾一下机场快线的历史 记住留意